藍色吳成衣 高雄市教育局長范遜律 在實驗室觀察蚊子生態 仍在新加坡做登革日防治交流 但不知道心裡是否會著急 因為國中會考高雄區又出包 這次是志願報名表印不出來 多人在同時在這個時間 做一個登錄 資料櫃子博丹的在備援的機制 做備份的同時 所以造成我們伺服器的 負載比較大 所以造成他們在列印 報名表的時候 會比較緩慢 季21日 五千筆成績排序出錯 隔不到一週 又發生志願表列印出包 儘管承辦業務的奉身傷功 在下午就已經解決問題 但不是說好 沒問題 教育局長才出國的嗎 一週兩出包 這下范局長臉中重 果然不幸嚴重 真的又出包了 制度上 每一年都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還會出包 可見整個教育局的螺絲 整個都已經掉了滿地 包含這次新加坡 等隔日交流 范訓律就職三年半 已經出國18次 總計108天 教育界認為范訓律 應該提早結束新加坡之旅 而且儘管主辦方是國教署 而鳳山商工是第一線承辦學校 高雄市教育局只是協辦角色 但卻還是免不了有監督責任 集二連三搞烏龍 已經夠讓人膽戰心驚 結果教育局大家長 這時候卻仍在國外考察 也讓考生信心全失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 我們會訪問 谢谢大家